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单身又称红丹 赤身 血身 但是单身并不与人身相同 只是因为单身的好处 堪比人身才会有单身的命名 单身具有许多功用 例如抗菌 抗氧化 疏通血栓 活氧 调节心血管疾病 调经 关节炎消炎等功用 而单身中富含多种氛围物质 能够抗氧化 而单身中主要成分为单身酮 而单分算具有活氧促进血液循环 保护局部缺血与对心脏与脑部之伤害 单身处理方式 由于单身在脱离土壤30分钟后就会开始氧化 为了避免单身氧化 我们将单身分前使用盐波 将单身磨成粉末 并装入密封袋后抽真空冰至冷冻库保存 因为食用单身是用热水泡来饮用 或者是煮成单身鸡汤进行服用 故我们相比较何种萃取方式 效果较好 与测定单身的抗氧化物质 是脂溶性成分还是水溶性成分 研究方法 总分含量测定 以下为测定单身水溶液 与红茶水溶液之总分含量流程图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使用95%与75% 及酒精萃取液 致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之效果 过猛酸钾低定 使用过猛酸钾溶液低定 不同浓度之单身酒精溶液 观察颜色变化 判断低定终点 看何者低定终点较多 以判断何种溶液萃取的 抗氧化力成分较好 实验结果 单身与红茶之总分含量 由实验结果得知 单身的总分含量是红茶的10倍 所以单身的抗氧化力会高于红茶 单身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95%单身酒精萃取液 的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为93% 75%单身酒精萃取液 的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为69% 结果显示95%单身酒精萃取液清除能力较加 单身过猛酸钾分析法 95%单身酒精萃取液的低定终点位在24.15毫升 75%单身酒精萃取液的低定终点位在18.95 结果显示95%单身酒精萃取液的抗氧化能力较佳 讨论 1.总分含量测试 由实验结果得知 单身的总分含量是红茶的10倍 所以单身的抗氧化力会高于红茶 2.基于DPPH激过猛酸钾的实验结果 分析出95%酒精的萃取单身的效果较优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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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